好 今天的知識小學堂 我們要帶您關注 反送中在香港發酵 但是呢 現在居然傳出 這其實是美國跟中國的 諜報角力戰 好 為何會這樣說呢 我們先帶您來看看香港 它的戰略地位其實蠻特殊的 因為呢 它的整個交通非常的發達 出入方便 資訊也很豐富 然後呢 再加上非常靠近中國 所以它有一個地利之變 因此其實早在冷戰時期 它就被視為是一個遠東的情報中心 好 我們就來看到 冷戰三大特務中心 除了香港之外 就包括有柏林 還有伊斯坦堡 那甚至呢 當初英國 美國 都在香港有設置監聽站 進行情報蒐集 但是呢 我們帶您看到 其實有一些前CIA的探員 紛紛都跳船了 為何呢 這位叫李振成 他去年在紐約被捕 他其實是個香港人喔 出生在香港 後來呢 移民到美國去 那在CIA呢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曾經工作有數十年 好 但是呢 2007年的時候 他就決定離職回到香港去 但疑似呢 就被中國給收買了 變成了一個雙面間諜 那他就把一些資料 洩漏給中國知道 結果呢 導致2010年到2011年期間 在香港 中國等地有30名 美國的間諜遭到處決甚至滅口 那除了他以外 還有一位叫Snowden 他就是特別有名了 他也是前CIA的雇員 然後呢 2013年的時候 他突然跑到香港去 接著呢 就對英國跟美國的媒體 揭發了天大的秘密 說美國原來正在進行一個 網路上的監控 侵犯人權 好 那後來呢 除了他跑到香港去 尋求庇護之外 現在呢 也跑到了俄羅斯喔 目前他到底活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 那我們接下來就帶您看看 是不是CIA真的在香港有總部呢 這其實是Snowden他特別的爆料喔 他說確實啊 CIA在香港設有一個行動基地 然後呢 這個總部位在哪裡 就位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裡面 據瞭解裡面有超過300人 那大多數的人 檯面上的名字叫做外交人員 外交官 但實際上呢 他是透過這樣子的外交身份 進行他的間諜身份掩護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帶您看看 那為什麼現在的反送中的議題會發酵 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 修例之前在香港或是在中國 進行一些間諜活動的這些情報分子 如果被抓了 那頂多呢 就是引渡回去嘛 比方說把他引渡回英國啊 美國這些20個跟香港 有進行引渡條款的國家 那修例之後是不是這些間諜被抓了 通通都被送到中國呢 因此就有人認為說這其實是 也是中國大力的推動送中條例的一個原因 就是要把這些間諜給一網打盡 那我們接下來再帶您看看接下來的報導 英文的報導當中也有提出 其實在香港反送中的事件當中 很多的抗爭人士都是香港策動 都是美國人所策動的 香港反送中條例活動延燒至今將近一個月 現在香港媒體大公報以及今日俄羅斯金爆 在各大遊行背後推動的勢力 竟然有美國CIA的影子 大公報爆料早在2019年三四月 聯合發起反送中聯署信的團體中 香港人權監察組織從1995年開始 就獲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捐款 金額高達數萬美金 2013年也就是香港戰中前一年更飆破14萬 多年累積起來高達200萬美金 6000多萬台幣 而這個NED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旗下組織 大公報強調CIA透過層層白手套 意圖顛覆香港政局 搭配間諜行動從內部破壞中國和平穩定 除了要讓習近平在國際上沒面子 進而在美中貿易戰中塑造對美國有利的籌碼 貌似公允地鼓吹和平抗議的權力 呼籲避免暴力行為 這完全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極其的虛偽和醜陋 香港始終是西方間諜的活躍熱點 然而大公報立場本就輕忠 背後老闆各是中共監督一國兩制的終點辦 與美國意識形態相左的俄羅斯媒體 雙雙在敏感時機爆料 疑似試圖扭轉一面倒支持反送中的國際輿論 三天新聞 綜合報導